这一颗很甜 这一颗帮你献一下 我给你吃吃看 这一颗好吃吗 好吃吗 好吃吗 好甜 凤梨拥有扇池纤维等多种营养 现正值大出的季节 但好吃的凤梨如何选 让卖场达人告诉你 通常凤梨的甜度会在下半步 所以选择笔布比较红圆 长度不要太长 因为太长的话 上半节会比较酸 像这样绿绿的 就是熟度比较深的 大概回到家可再放一个礼拜 但如果像这个黄 就是现在最好吃的时候 手指清寒凤梨 声音如果听起来像咚咚打鼓声 代表肉质较为细腻甜度高 果皮的林木小口感扎实 林木大口感较松 一般买回来的凤梨 只需常温保存即可 建议将凤梨靠在角落 立式头尾颠倒存放 让凤梨底部的甜度 分散到头部 会有意想不到的风味哦